其他人來就沒有這樣感染 就獨自韓國瑜下車後 後面鬧鬧鬧鬧就有這種氣氛了 所以你要說媽祖是不是有交代 媽祖有感染嘛 對 媽祖有交代嘛 所以在現場 那樣的氣氛 你任何人就動不了 只要你有新風機境就對了 你若不在現場 你沒辦法去體會說 那樣的劣情 跟發出來的聲音就對了 是影響動聲 所以我認為前往這段台下已經看出 國民黨差不多只要頂一一輪 也還單一十八盒回來 這個混混了之後 如果是繼續下去 小弟沒辦法 因為我接受到民意的苦洞 如果沒人要連署我就出來死了 我跟你們說八卦 你要跳出來連署 當然 因為我也是當代表 我認為說 不能在這個時候沒必要去上海 你是要連署徵召韓國瑜嗎 對 沒必要去上海 這個參選的黨籍 以及黨主席 因為為了個別一些想法不一樣 拿出言論的 透過擴大的選 都會做成對韓國如中 來選情的上海 所以我認為這個時候 大家儘管既變 那麼 齊集中相會 看怎麼決定 如果沒有韓國瑜十八 美國回來了 就可以啟動 我說過 董代表台會就是國民黨最高的 權力機構 如果沒有人反對 就拿出來殺就好了 殺了 如果是王議長過半 當然就是表示大家要支持他 這樣將來 你們要調韓國瑜出來 將來是不是在董代表台會 也是不會過半 不是這樣 如果我殺就是殺徵召平秀琳的時候 要過半 所以將來的董代表台會 既然最好是出位董代表台會 要通過這個總統好選人 很簡單嘛 現在就讓董代表去連署就好了 如果連署是絕大得所 我看到大家心無憲念